欢迎打开Robbie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快乐王子王尔德 The Happy Prince 由Lupus Everett 像一个巨星的诞争当中 Brady Cooper一样自编自导自演 一同参与演出的还有Colin Furze Emily Watson 虽然片名是Happy Prince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 这个作家Oscar Wild 王尔德的故事 关于王尔德的电影 在之前有1997年的 王尔德与他的情人 由Steven Fry以及Jude Law主演 而这部叫做快乐王子的 王尔德传记电影 则聚焦在他生命当中 最后的那一段时光 从他离开监狱开始 他逃离大英帝国 自我放逐到法国 以及意大利的拿破裏 一直到他过世为止 王尔德是英国19世纪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相当知名 相当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小说家 他在文学界有着非常大量的粉丝 他知名的作品有 剧本不可而戏 理想丈夫 或者是小说 盗林葛雷的画像 以及知名的童书 快乐王子 以及其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但如果你是念英国文学 或者是儿童文学 或者是戏剧的朋友 那你一定知道这号人文 跟他最有名的事迹 其实跟他的作品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他因为同性恋的罪名 被判刑 陆间服刑 英国政府一直到去年2017年 才将这项罪名平反 而这部电影也跟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关系 出狱之后的王尔德 虽然离开了监狱 但是因为撤起官司 所造成的伤害 并没有结束 身败名裂 身心俱疲的王尔德 再也康复不起来 他再也没有办法 创作任何的作品 在电影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 整个英国社会 对他无情的鄙视以及羞辱 仿佛他好像是得了 什么可怕的传染病的人一样 到后来你也能理解 他为什么不愿意 继续的待在英国 那是因为在经历了 这场牢狱之灾之后 他对信仰的崩坏 以及对人性的失望 在看尽了人世间的 这一切友情以及无情之后 或许这也是这部电影 想要凸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罪名 这样的污名 这样的迫害 会对一个人造成多严重的影响 其实在个性上面 他是不如童话当中的主角 快乐王子的 反而更像是里面的反派人物 虽然他是个天才 他是个文豪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这部电影蛮忠实的呈现 这个文学家惹人争议的个性 爱挥霍 爱慕虚荣 玻璃心又好色 而且还好男色 同时他又有一种 我知道我这样子做是错的 是会害死自己的 但是又无法控制自己的 去选择做出错误的决定 老实说这样的人也蛮惨的 而这部电影似乎就是要呈现王尔德 他悲惨 败破潦倒 离开监狱之后 无法被拯救的那几年 我们只能跟着电影当中的配角一样 旁观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 会让人看得蛮心痛蛮不堪的 而这部电影好看的地方 也在王尔德的这个人物身上 他是个不改变的人 个性上面有点拒绝成长 一直有股傲气 并且好像是一个小孩一样 永远对着新奇美好的事物 充满着迷恋 所以才会吃到这么多的苦头 飞而扑火似的让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 全部被夺走 努力的在这个绝境当中 寻找最后的欢乐 这样子的传记电影 在戏剧上面自然会少一些 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冲突在 主角Rubert Everett的演出 没有到让我觉得非常精彩 非常亮眼的程度 但我觉得也算是 成功的把王尔德这个人物 真实的带到我们的眼前来 而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这部电影里面唯一的女性角色 就是王尔德的太太 由Emily Watson 饰演 她好有把那样子一个 传统的女性诠释出来 尽管丈夫背叛了自己 但她依旧爱着这个 自己的丈夫王尔德 也为她守着这个 她再也不会回来的家 这是一部优美 但是带着感伤的电影 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 高潮起伏 不时穿插着过去的时间线 故事说的相当不错 不会让人感觉到无聊 电影也很有英国传统的风味 我觉得算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传记电影 主角会不时在电影当中 讲述着快乐王子这个童话故事 随着主角的生命走向镜头 我们也跟着他看见 人世间男男女女的哀愁 好像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没有救赎也不需要启示 只有心碎后留给我们的那个 妻美吧 这部电影适合给认识王尔德 还有喜欢快乐王子这个故事的观众去欣赏 特别推荐给跟王尔德一样 喜欢美食美酒美少年的你 快乐王子王尔德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威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